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地球上目前发现脖子最长的恐龙 脖子真是很长 从头到尾 足够有26米长 脖子不断伸起脖子 比两辆大巴士更长 马门溪龙生活在一亿五千万年前 但它和其他恐龙一样 现在已经灭绝了 生存 灭绝 动物的本能就是为生存而奋斗 但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逃过灭绝的命运 也不一定会逃避免 也不一定会逃避免 他就是其中一位的北京人 估计远古的北京人早在七十万年前到五十万年前 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活着 但是北京人是不是已经灭绝了呢 他们会不会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呢 中国人的远祖 会不会都是来自非洲的呢 发现北京人化石的地方 就是位于北京西南面 约五十公里外的龙骨山 这里就是周口店的龙骨山 1929年 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个山上出土 震惊世界 为了探索人类的起源 世界各地的专家都不断研究和发掘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关古人类在地球上活着的证据和痕迹 这一带的居民经常都在发现各种动物的骨头化石 所以就叫这里做龙骨山 而早在1918年就吸引到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等专家 来到周口店发掘 其后来自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 就在龙骨山发现了两只古人类的牙齿 于是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就在这里展开 在1929年12月 当年只有26岁的中国古人类学家佩文忠先生 就在这里发掘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当年的专家估计 这一个头盖骨有约50万年的历史 其后进一步推算为约70万年 而在往后的几十年间 在周口店总共发掘到六个北京人头盖骨 很可惜的是其中五个头盖骨在日军侵华期间离奇失踪 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另外在这里还找到北京人的头骨 下颗骨 牙齿 和脂骨等化石 那究竟生活在约70万年前的北京人 和我们的体型和外貌上有什么分别呢 北京人四肢的发育其实已经和我们现代之人差不多 身高介乎1.5到1.7米 但是身形比我们大致和短粗 北京人的头部结构和我们的分别较大 北京人的脑比我们小 而头的骨壁比我们厚一条 而和我们最明显的分别就是 北京人眼上的眉骨位特别粗 而且比较突出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这么突出来了 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的讲 就是说它是 因为举角的时候 要比较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眉骨可能帮着它承受这么大的力量 另外 北京人前颜比较扁平 面阔而短 上额被我们突出 下额就不是那么明显 而他们的牙齿就比我们粗大 而北京人他那个时候吃东西比较粗糙 所以牙齿比较大 牙齿一大所以嘴巴就往前吐了 在龙骨山这里 还发现大量的动物化石超过一百种 而有部分动物到现在已经灭绝了 这就是种骨大角鹿对角的化石 它们对角可以有两米那么长 可惜现在已经绝了一种 你猜这只这么大的动物又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只狗 中窩大猎狗 这类巨型猎狗 尊吃动物的尸骨和骨髓 所以嘴咀能力特强 而在舟口店这里 可以找到很多北京人活着的证据 由发掘到超过十万件的石器来看 北京人已经懂得制作工具 究竟人类什么时候懂得生火 什么时候懂得用火 到现在还是众说昏文 但是在舟口店这里 就发现到重要的用火证据和痕迹 专家在龙骨山这几处地方 都发现厚厚的灰尽层 其中还含有烧过的动物骨头 另外还有烧过的石头 那究竟北京人去了哪里 是灭绝了 还是继续在中国土地上活着 成为我们的祖先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古人女学家吴申智认为 北京人并没有灭绝 北京人他同时代住在中国的人 没有灭绝 我们就是他们的后代 但是具体住在山洞里 现在找到那些骨头的那些人 他的后代有没有呢 不好说 这里就是中国科学院 古籍追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 生物学家一样 这里的专家 都希望能够解开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的异团 八十年来 中国的科学家 都在这里进行有关 古人类的研究工作 目前 大约有百多位专家 在这里从事研究 他们都会去到中国各地 发掘化石 在全国发掘到的古动物 或者古人类的化石 就会在这个化石修理室里 进行修复处理的工作 清理之后 部分化石还会以酸剂分解 表面的杂质 跟着专家会利用素描 电子显微镜 将化石放大到最高三十万倍 拍摄成相片传档 研究所拥有全国最大的化石标本收藏库 收藏在这里的化石 多达二十万件 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专家 都可以来这里进行研究工作 全世界的人类学家 都希望在化石上 尋找到人类进化的线索 如果北京人是我们的祖先 那么北京人又在哪里来的呢 中国人的祖先 会不会都是来自非洲呢 究竟人类在哪里来的呢 不少古人类学家 为了这个问题 甚至愿意奉献他一生 全世界大大 国境人类学家 打造人类学家 全世界大大